今天来到了成都的宽窄巷子 宽窄巷子是一个位于成都市区新阳区的特色的步行街道 宽窄巷子的组成是由一个宽巷子和窄巷子平行组成的 我们现在位于宽巷子的入口 然后窄巷子就在宽巷子的右边 我们等会从宽巷子走到头 然后再拐到窄巷子去 其实宽窄巷子是由三条巷子组成的 一条宽巷子一条窄巷子 还有一条紧巷子 紧巷子那边是没有开发成商业区 所以它就是一条单纯的一个巷子 我们知道北京有很多的这种小道之类的 它会叫胡同 其实以前这里也叫胡同 只不过是在民国时期 这里就是把巷子 把这个胡同全部改成为巷子的称呼 这里是被国家列为2A级的旅游景区 是这种特色的民俗这种商业步行街 我们今天进去逛一逛 这两边主要是一些商业的一些小吃 还有一些店铺之类的 就跟北京的南龙谷巷子是很像的 人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顺着这条宽巷子一直走到头 然后再拐到这个窄巷子去 其实从这个宽巷子的图中呢 有很多的地方都是可以直通到窄巷子的 因为它两个是平行的嘛 这个宽巷子是在这个窄巷子的左边 我们现在在宽巷子这个路上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右手边 这边会有很多的小道 都是可以直接到这个窄巷子的去的 人很多 这两边呢大部分是一些吃的啊 一些成都特色的吃的 都是一些吃的 看到没有 南河谷巷不在这里 我感觉还可以啊 南河谷巷也挺不错的 这都是成都的一些特色吃的 汤油果子 然后这个是那种什么凉粉之类的 北川北凉粉 有些烤肠 然后这个土豆 还有这个土豆 都是挺出名的一些小吃 人还是挺多的 然后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 听到这种叮叮叮的这种声音的话呢 就是采耳的变 可能采耳的它会用这种来发出声音 招揽游客 无法采耳 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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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还是挺多的 人真多 这个是山生川辣椒铺 很多辣椒 四川吃辣 南河谷巷可以进来尝一下吗 尝一下 辣椒 走不够 辣椒我是吃不了的 可以尝一下吗 现场找的辣椒 你们走一走 看一看 上面写着 买山生川辣椒酱 成都没白来 这边还有好多家老妈兔头 就是对面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成都最正宗的 这两边会有一些那种 像是古建筑的这种仿古建筑 不过这些仿古建筑的都是被开发成了一些 餐厅啊 茶饮的这些地方 就没有可以游玩的 不过有些地方是可以进去免费参观的 就是你不消费也可以免费参观的 大家可以看像这种小道都是可以通向窄巷子的 因为这两个巷子它是平行的 这条巷子确实要比窄巷子宽一点 看一下这个导览图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宽巷子 然后我们的右手边就是窄巷子 再右手边就是景巷子 景巷子是 两边是没有这个沿街店铺的 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巷子 然后从 从这里往上走 然后窄巷子就在我们的右手边 右手边我们就可以直接从这个通道过去 再往右边走的就是这个景巷子 这个宽窄巷子整个景区它是由这三条巷子组成的 但是这条巷子我们是不用去的 因为这个两边是没有沿街店铺的 纯粹的一个胡同一个巷子 OK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里的灯感觉不是很亮 这里有一个五粮叶的展馆 里边是展览的五粮叶的酒 酒蒙着可以来这里看一看 房谷建筑 这里大部分 百分之八九十的建筑都是后来的房谷建筑 只有很少很少一部分是原来的遗留下来的老建筑 看这里有很多这种房谷的这种老宅子 但是都是开发成了一些 嗯 这种餐厅啊什么的 这个是柴尔的店 这个呢是餐厅啊 里面可以吃饭 喝东西 然后可以听歌 看都是这种 房谷建筑 大宅的 这个点为什么没有唱歌的 这是西餐啊 唱歌的在那个前面但是没有 下午来的时候还是有唱歌的 他们是这里 这里是一个打卡的地方 宽带巷子打卡的地方 很多人会在这里拍照 然后上面这个 应该是一个古建筑的遗留的这个建筑 一个墙头 喜欢拍照的朋友可以到这里 多拍几张照片打卡 而且现在人不是很多啊 拍摄的照片也会很好看 你不用怎么批 上面写的是如意 这里呢有一个金丝楠木的这个 收藏馆 这个收藏馆呢也是免费的 可以进去逛一逛 他这个免费参观了 但是他里边 是 会卖一些这个金丝楠木的一些东西 摆件啊或者是 他的这个大的 雕塑之类的 这个是以前的老宅的 我们进去看一眼 里面都是这些 金丝楠木雕的东西 收藏价值很高 一般人收藏不了的 不过有些小物件是我们可以来进去看一看的 看着排队了嘛 排队的话我们就不进去了 里面主要就是一些这些金丝楠木雕的东西 这些大的摆件啊或者是小的配件 这种 主要是他们这个 还是免费参观 然后来吸引游客进去 来进行这个 他们的产品的售卖 这两边的这个 古建筑啊 古房屋呢都是被 商业化了 所以在这个巷子里面 是看不到那种可以参观型的 古宅子啊 都是需要进去消费的 像这种 里面都是已经开发成了 商业的东西 要么是卖东西的 要么吃饭的 这个是餐厅 这两边呢有一间小店是可以进去喝茶 然后看一看这个 他们这边的餐具 对的 刚才那个门跟这个门是对应的 这上面写的是吉祥 刚才那边写的是如意啊 但是这个吉祥下面 是 被商业化了 那边租去门店做生意了 刚才那个是没有的 刚才那个门是在关着的 这个是吉祥那边是如意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 新进来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 可以帮主播点个关注 那么那直播录像每周三周五会上传到平台 大家可以看一看 让我给个三连支持一下 这里是一个小吃城 各种的小吃 有一些是本地的 有一些是全国都能看到的一些东西 豆腐 还有一些凉粉 烤腊肉烤肠 这个是 大肠包葱的 非常高大葱 我第一次在这个成都见到这种 就是一整个的 猪鼻子 就看到 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吃 一整个猪鼻子 小土豆 铁板豆腐 双流老妈兔头 老妈兔头好像挺火的 到处都是这个店 这些都是小吃的地方 然后二楼 二楼是可以吃饭 观景的地方 这些小吃啊 感觉就是 城镇的本地的其实不多啊 大部分都是一些全国 都有的这种东西 像什么烤鱿鱼啊 这种 铁板豆腐啊 这些东西 就是一家文创店 这家店看起来 稍微的 就是有一点本地化的特色 老成都传统 名小吃的三大炮 菠萝饭 这个三大炮呢 来城东的朋友可以稍微的体验一下 它是那种三个大丸子一样的东西 我们现在顺着宽巷子再往前走啊 可以一直走到这个 镜头啊 然后转到窄巷子去 我们走一个U型的路线 就可以把这个宽窄巷子给转完了 城东有很多这种 在外面就是这种 足以喝茶的地方 都是很有特色 很多地方都可以喝 不用单独来这种宽窄巷子里面喝 很多地方都是可以做这种 围炉煮茶 很多人看到这个宽窄子 还是有 vamom 号价 fought 人家对 是 我有什么 四十一大炮 这个是不是 这个是你öh 你别说吧 两位还有这一场戏 没看过天下 吃盖尾茶面 放铁脸 可以放铁脸 可以关机 这都是喝茶看演出的地方 这里有演出 一人一碗茶表演 才喝盖尾茶 一人一碗茶 里边在表演这个 可以看到吧 里边在表演这个穿剧变脸 这两边还是有一些那种 就是房谷建筑做得比较好的 像这种小店 这个是卖衣服的 大家就是跟朋友一起来的话 可以去进去买一碗茶 可以看这个穿剧的表演 这个好像是一个古建筑 但是现在也好像应该是要再装修做什么吧 这个宽崽箱子里边的很多建筑都是中西合璧的 很多都是以前刘洋归来的他们的富家人做盖的一个房子 很多都是中西合璧的这种感觉 我们等会儿去到窄巷子上可以看到这个屋顶是中式建筑的 但是墙体跟窗户是这种西洋式建筑 就合并在一起的 这里有一家王者荣耀全国首家文创授权店 这门口有一只小鲁班 小鲁班进去看一眼 这里还有一只小鲁班 鲁班原生皮 然后这两边也是这种喝茶的地方 里面就是一些文创 然后手办 王者荣耀的手办 都是谁呀 看不出来 阿黎 这个是谁呀 镜吗 公孙黎 完全看不出来 这些孩子都是谁是谁 大熊猫 2023年全国大赛 全国大赛线下赛在这里 上面还有一只小鲁班 这小鲁班都成了王者荣耀的门面了 标志性 这个鲁班怎么扛了一个什么呀 头上还有一个指示牌 接着往前逛啊 这里还有一个宅子 应该是宽巷子吧 上面写的应该是宽巷子 大家看一看是不是宽巷子 有能认出的这几个字都可以打在这个弹幕上 我感觉是宽巷子 3号 这里边是餐厅 那个人家 我们现在走到这里呢 这个宽巷子其实就已经走完了 宽巷子已经走完了 走到头了 然后我们就右转 右转呢 就直接走到窄巷子 看到没有 从这里往这边走呢 往这边走 是宽巷子跟景巷子 这个是宽巷子旁边的广场 我们往宽巷子走 今天的路线呢 就是一个U型的路线 从这个 那边进来之后呢 一直往前走到头 然后一转弯 然后再返回刚才的路线 从窄巷子上面走 跟刚才的路线是相反的 就是一个U型的路线 这里的灯光不是很好 但是感觉有点暗暗的 但是有灯的地方呢 曝光又有点高了 这里是成都的宽窄巷子 来成都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来这里 晚上的话来这里转一转 如果住得近的话呢 就可以过来逛一逛 很快就能逛完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能逛完 吃吃东西喝喝茶 看看这个川剧啊 这里就是窄巷子啊 刚才是宽巷子 这里是窄巷子 这个巷子感觉好像确实是要比 那个巷子要窄一点 这个巷子感觉好像确实是要比 我们再从这里再走到头呢 这个宽窄巷子就算是逛完了 这里离那个清阳宫也不是很远 如果大家在这附近住的话 下午的时候可以去清阳宫转一转 清阳宫是一家这个道教的公关 里面会有一些这个 蚕啊蚕茶这些可以体验啊 老四川 非无中文化遗传 嘉陵码头老火锅 这些卖火锅料的 哇这个火锅料看的都 看的都好吃 这个火锅料 你闻着味道好好闻啊 很香的 嗯 闻起来很香吃起来更香 你看有好辣的感觉 也有没那么辣的 微辣的啊 你好 闻锅里准备看一下 这是火锅料 火锅底料 牛油的 好 先来看一下啊 哇 闻着都好辣 我站在 我站在这里闻着都好辣 我们接着往前走 现在是在这个窄巷子上面 在窄巷子这条道上 感觉这个窄巷子要比那个宽巷子的 历史遗留的建筑要多一些 看这个墙 都要比那边的墙 历史感浓厚一些 就是一个火锅店 这里也是一个 吃饭的小鱼儿 送来 我们我们半个多小时就可以转了 这里好多的饭店啊 喝茶的茶馆里边都是可以看表演的 这里有一家这个 CD 店 可以买 CD 的 有很多以前的老 CD 原版的 我都周杰伦的呀 大陆版 饭头戏 200 原版的吧 还有台湾版的好像 这样子就 王菲 陈吟杜城 王杰 林林杰 周川雄的 罗大悠 但是我现在买这些东西要用什么厅呢 还要用CD机厅啊 里边还有黑胶 还有黑胶唱片 茅台冰淇淋 茅台冰淇淋 18块钱一位啊 喝茶的18一位 然后可以看这个川剧变脸的 刚好开始 里面遇到了 刚好开始 给我走 进去就可以看 拿酒去 再看姐姐 喝茶太气 这个成都真的是到处都是这种小茶馆 前面那个店还感觉挺好的 大熊猫 大熊猫也是成都的特色之一啊 28一位 火居冷银 小区紧门座 他们手里拿着那个 卡尔章用的那个 叮叮 麻烦你讲事 我家我妈刚给我打电话跑水了 过去过看一下 咱们的事 应该是乱气吧 您可以看的 我这个 呼吱 昔巴克咖啡 同人 行为艺术 谢谢你 这个大宅子 这个大宅子是星巴克咖啡 这种牛的比较好的宅子 都是被别人拿去开店 看看这条展间展的是什么 单子 这好像就是民国时期的吧 看着像 银湖 民国时期的感觉 赢定着 白银千两 黄金万两 这条街道我们往前走的话就走到宽项子 我们等会走到前面再返回来 银茶壶银杯子 这个银杯子不怕别人下毒 全都是银的 瓷器 我看一眼这个瓷器 这个 这是什么 香台 香台 这里是这家银店做的展示区 我们还是回到宽项子上 刚才是从宽项子走完走到宽项子 现在宽项子还走到一半 给大家看的这个是这一家银店 它做的展示区 感觉这个粘子做的还有艺术感 用鱼线吊在这里 艺术感十足 这是这家银店的人设 笑成记忆 里面还可以看阳琴演出的 这个看宽项子感觉 它的灯光不是很亮 这就是宽项子里面 一个比较有名的门头 小阳楼 这个小阳楼可以看到 它的顶 它的顶是中式建筑的顶 但是它的外围的门窗 都是西洋式的门窗 这是西洋跟中式结合的一个建筑 宽项子27号 中西合并的建筑 它的屋顶就是中式的 楼身是西式的 然后二楼的围栏 木雕的围栏都是中式的 它里面的柱子又是西式的 所以是中西合并的 这里之前是一家诊所 现在改成了洗茶 看一看这个门头 这就是这个门头 OK继续往前走 这里就是一家火锅店 进去看一眼 有一条龙 哇 这里有一条小龙泛大姜 好 来 看了吗 好 大姜 好 大姜 上 这就这样 就这样不用这样的 做好了 它就发 看着它 拿好 看着我说的 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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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冬起来 好 冬起来 再冬起来 下来一张 再冬起来 好 来 好 来 好 冬起来 好 冬起来 好 好 是一家老火锅店 今年是冬年 真的是 咱要拿上的那个 都拿上 都拿上 小龙泛大姜 那名字起的也很牛 名字叫小龙泛大姜火锅店 火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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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 市村那边 好多会卖这种 卖这种银耳的 他们那个银耳好像挺那个的 银耳都是这种现养出来的 你看 真银耳啊 不是模型 你都卖银耳的 可能这边的银耳会比较好一些吗 咱们在重庆看到一个 看到一个鸭子 看到一个鸭子的这个 好多啊 每天绕山跑四圈 你看 他们那边都还搞这种 好多啊 中西结合的建筑 可能当时的银耳会比较好 好多啊 放在当时肯定是比较银耳的 这是卖这个兔子的 成都的麻辣兔头比较有名 很多人来这里都会买一些回去 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麻辣兔头 我没吃过 那我也不太想吃 这里是苗银 这里是宽仔巷子的一个标子 不要吃兔兔 兔兔那么可爱 为什么要吃兔兔 打卡点宽仔 这里还有一个古建筑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古建筑 这个古建筑现在是一个书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以前这个酸马石 以前的这种大户人家呢 来到这里的时候 马呢都会酸在外边 这个墙上呢是后来做展示的 然后我们看看真实的酸马石 就是嵌在墙里边的 来到这里吧 来到这里之后呢 马就往这里刷就行了 百年前的宽仔巷子城市北方 什么满族吗 八旗及家属的居住地 他们素来有骑马出行的习惯 正因如此 酸马石被认为是北方文化 在四川的符号性代表 满族满族人会骑马 满族人是骑马出行 所以他们外面建筑会有这种酸马石 要不然他们的马没地方酸 满族八旗 这里现在呢是改成了一个书店 三连韬粪书店 我们进去看一眼 应该是可以进的 三连韬粪书店 我记得我在云南好像是 对 丽江 丽江里边也有一家三连韬门书店 它是这种综合性的书店 然后还有餐饮 茶饮这些 还有这种文创之类的 在丽江里边也是有一家 这种古建筑里边 他们很爱用这种古建筑作为书店 我们就不忘了进了 里边是一个卖书的地方 可以看说 这左边是咖啡茶饮 右边是他们的文创 这边文创 三连韬粪书店确实做的比较有格调 这个窄巷子就明显的要比这个宽巷子要稍微的有历史感一些 这里这个刷码是已经被破坏掉了 那边是一个完整的 它外面封了一双这个薄波的玻璃 这边是已经被损坏了 所以它就没有封了 它是嵌在墙堤里边的 这是古人的智慧 不用在这个门前树一个庄子 就可以直接刷在这里 刷码石 这里很多是民国时期的这种风格 赋试 道香村 这里道香村 挺大的一个店 飞宜 这里是飞宜 同仁禀志 还是什么 飞宜生活馆 但是这边的那种餐 参观的一些地方 包括免费参观的 还有一些比较 像什么展览馆 收藏馆这些 其实都是商业行为的 都是要卖东西的 包括刚才那个飞翼展览馆 也是卖东西的 这里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街 水莲洞 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水莲洞 看一看 这是一个洞 这是一个洞 一个洞 对 是一个洞 一个洞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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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汤 四年冬 肥移 化肠耳 飞机的汤儿 这是啥呀 画龙的 画龙 龙画完了吗 哎呀 可以直接画十二生肖的 然后画这些小动物 啊 直接画一个生肖 大刀 比现场画一个 十五 应该现场画一个 应该现场画一个 嗯 不能用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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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转过来拍 这个用小帽 这么用的帽 拍画吧 画我们看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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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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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技术活 今天一勺子糖下去立马就成画 已经走到宰巷的40号了 这里也是碗茶 这里是小吃城 一整栋的小吃城 这里还有穿具变脸 他要在这外面变吗 是不是要在外面变三大泡 他不在这不在里面外面变了 三大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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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度铭吃三大泡 三大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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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块钱买三个丸子 糯米的丸子 我们马上就要走出去了 马上就要走出去了 这里就是窄巷子走到头就结束了 宽窄巷子就逛完了 我们从宽巷子进 从窄巷子出 那边那个景巷子因为没有东西 等会儿大家去这个巷子的巷子口看一眼 它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胡同一个巷子 双流老妈兔头 成都特色 麻辣兔头 来看一下双流老妈兔头 有香辣麻辣老虾 为什么要吃兔兔 为什么要吃兔兔 好 现在就从窄巷子出来了 窄巷子出来 咱们就逛完了 然后从这边左转就是去到景巷子 大家看一眼景巷子 因为景巷子是什么都没有 宽窄巷子景区就是由三条巷子组成的 可以直接坐地铁到宽窄巷子 地铁站下 4号线宽窄巷子 然后从地铁口出来很近 大概就两三百米就到了 好我们面前这个巷子就是景巷子 景巷子的话是没有 有这个商业店铺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巷子 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就测 这里离附近的这个清阳宫也很近 来这里的话晚上来这里逛一逛 然后下午没事的话可以去周边的这个清阳宫逛一逛 道教圣地 这里就是这个景巷子 看到没有景巷子 景巷子就是一个普普通的巷子 里面没有商业的店铺 然后这个景巷子旁边是一个美食城 好我们再走回到这个宰巷子旁边 就差不多结束咱们今天的这个直播了 好多卖熊猫 都是熊猫 都是熊猫 熊猫 都是熊猫 好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宽窄巷子的行程就结束了 啊